大家好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開箱的東西是MegaHouse的 九老媽虛左能夫 大家應該都知道劇場版裡面有一個怪獸大戰 那個是非常經典的一個畫面 因為這個形態就是我們 火影裡面 鎖住跟明人在打的大檯木逃逝的時候 他的完全體威裝虛左能夫 那這個虛左能夫出現的場次總共有四個 第一次是在斑野控制我們的九尾的時候 他用他的血龍眼 控制九尾 然後把虛左能夫鎧甲覆蓋上去之後 形成的一個狀態 那第二次就是我們 左鳴CP在打第四次冷劫大戰 然後他們在打六道帶骨的時候 合體起來的一個狀態 那第三次就是我剛剛說的打大檔木逃逝 在那個劇場版弄出來的 然後第四次就是我們 博人傳 他也有出現 不過那算是一個重置 就是世界線剛好是在那邊 他故事剛好是在那邊 好那我們就也不要講那麼多 我們就直接把他開箱開起來 好我們今天把所有的零件都拆出來了 那他的零件總共有一把刀 聽說這把是草地劍對不對 然後再來是他這個本體 就是九尾的 威裝虛爪的合物 蠻帥的 然後再來就是這串 香蕉 老闆香蕉怎麼賣 香蕉怎麼賣 差不多一千八十 買不買 太貴了 太貴了啊 一千八十 太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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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傷害 他爬緊了 我這句話說出來 真的黃標 我已經斷了一隻了 不要斷第二隻好不好 我夠濕 差不多吧 我已經斷一隻了 他要放到底了 這個這個蛋應該就不夠 這把斷了我就拿我的黑夜刀出來撥 可以嗎 滿意嗎 不行 他拿不動 太殘 太硬 這個屁股有點鬆耶 煮起來就是這樣子 好現在是我們的細節時間 首先我們先看一下他虛索能乎鎧 虛索能乎就是紫色 因為鎖住的虛索能乎就是紫色的 然後他 就是紫色的鎧甲是直接包覆在我們的 酒喇嘛身上 就是我們的酒尾 因為他鎧甲上面是有做一些 戰損 因為畢竟 戰鬥一定是會有一些 損傷 或一些損壞 所以戰損是一定做出來的 如果他沒有做戰損的話 我會覺得這是一個有點不太合格的 作品 那再來看他手上這把 聽說是草地劍 然後他還是有做一些戰損 這樣子 然後連刀柄這邊也是有 看過火影嘛 都知道其實虛索能乎算是一個 蠻 蠻Bug的技能 他的原理 應該也可以說是一個 查克拉的具現化 所以會有一些 像這種旁邊 圍繞的這種 類似查克拉的雲狀 好 那再來 就是轉過來就是我們的重頭戲 算一下有沒有九條 我們先算一下有沒有九根 這邊一根兩根三根 四根 五根 六根 七根 八根 裡面這邊還有一根 九根 沒錯 然後他是做 有一點透 他是可以 就是可以感覺 透透的 有沒有一點透透的感覺 然後他也是做一種漸層 從這邊開始 黃色 慢慢的升上去 變成橘色 好那我們可以看到他這邊 也是有做那種比較 毛絨化的感覺 就是一種皮毛的感覺啦 不會說就是一根這樣子 很光滑 這個不行 那個姿勢 這要再看一次嗎 我們由上往下照 我們就可以看到我們的 九尾的兩根耳朵 因為畢竟裡面是九尾嘛 那這邊是有九尾畫的一些 算是圖毯 沒錯 然後就是一隻九尾在裡面 盔甲的樣子包著 一隻九尾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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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們剛剛細節時間也是講了蠻多了啦 我們現在來總結一下他的優缺點 優點就是說 他有做一些 台甲上的戰索 那這個公仔基本上 沒有做戰索 我就覺得他就是一個 不合格的作品 再來是他的尾巴 他尾巴這邊 有做漸層 而且他可以做 就是透過去的感覺 就是稍微透明透明化的那個感覺 我覺得這一點也是做起來很棒 那剛剛也有注意到他的一些指甲 還有他的那個劍 都做的 我覺得非常的OK 那再來說缺點 沒有缺點 對 那也跟大家說一下 因為他有附這個立牌 他立牌就是 左邊是 九尾線人畫的名人 那右邊這個就是 劇場版那時候 手已經斷了走住 然後那時候也有 九勾玉輪迴演了啦 就 這兩立牌 我覺得是很用心啊 真香 你剛剛是不是想要選六九勾玉 對六九勾玉 好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影片幫我按讚 訂閱加分享 也不要忘記開啟小鈴鐺 跟點贊 我的Facebook粉絲環 我是好 大家 掰掰